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欢迎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小鱼儿每期视频都在教大家如何使用AI工具 如何做视频 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 变现 为了挣钱 今天的小鱼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YouTube视频 一个YouTube的一个 首页看看这里面的人他们挣到了多少钱 看一下这些播放量 太吓人了 199万341万38万 那么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个 300多万的播放 我们来看一下他挣到了多少钱 我们这里看一下他的收益相当的高每月的一股收入啊这个只是 其中的 一小部分 这个我们再点进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收益更吓人啊 每个月的收益 每个月的收益这里 看一下这些人他们都挣到了钱 他们就是因为播放量因为广告费 因为他们拍的视频在YouTube上面挣到了钱 同样我们也同样可以挣到钱 跟着小鱼儿的步伐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如何做视频 其实现在做视频并不难 只要会使用我们的AI工具 今天那小鱼儿接着教大家如何轻松做视频 如何利用AI工具来做视频 怎么样一步 完成 我们的一个视频 同样我们用到的工具 还是我们的 恰了GPT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更有 更有看头的一个视频啊 这里来先卖个关子 大家看到最后就会知道了 这边的话 GPT的话就是专门写文案的 所有的朋友大家一点都不要愁 不要慌 有GPT在 文案 脚本都不是问题 这边GPT呢 我就让他帮我写了一个悬疑故事 写了一个破案的一个故事 写好了之后呢 我这边同样也是 让他帮我 描述了一些背景 描述好了背景之后呢 我同样是用我们的 我是用米尖利把它 绘成了一个图片 用了米尖利绘好图之后 我用了第3款工具 那就是我们的PAKA 我现在非常喜欢用这款工具 我觉得他 能让图 他能让图片动起来 就非常不错 比以前的一个镜子的图片 他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且我发现 这样做看的人会更多 PAKA的话 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教程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下次的话 小鱼儿再出一个详细的教程 之前也是有一个教程的 那这边的一些图片 我都已经全部上传了 上传图片也非常简单 我这里简单实操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可要看仔细了 同样我们点 点到这个聊天框这里 点一个斜杠 点第1个这个 把我们的图片 上传进去 看一下在一个夜黑风高的 晚上 双击把图片上传进来 上传进来之后呢 这下面有一个 如果说你不想用多余的描述词 它这边 你就不用管它了 你直接 双击就可以把它发出去了 发出去之的话 发出去之后这边的话会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它这边 因为是 现在是不收费的 所以说 速度上可能稍微慢一点 我们在做这个图的时候 大家可以跟小鱼儿学习 我是在 去 把图片生成好之后 我就全部 统一的 批量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了 然后我就直接都 全部保存 它很轻松 它就是一张图片 就能让你动起来 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这里的人肯定是动起来了的 看一下 看了这个图片是不是就有点吓人 图片 这边马上就好了 已经出来了 用一个图片就能给你变成一个小视频 虽然说只有三秒 但是 已经非常不错了 看 看一下夜黑风高的夜晚 我们看一下 这个树在动 看到没有 哇 可以可以 然后 它这边视频生成好了 之后我们点这里有个箭头符号 这里看到没有 下载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下载完了它就在你的手机或者在你的电脑里面 大家 就把它 在生成视频的时候把它用进去就可以了 这边已经 已经存到电脑里面来了 这样已经好了 我 把它放在我经常 找的一个里面 这个里面 保存好了之后 第三个软件要第四个软件 那我们要用第四个软件了 我找一下 我生成的是哪一个 夜黑风高的 晚上 就它了 GPT 你一天要1000篇文案都有 你要1000个故事都没有问题 所以 拍视频真的不难 你要1万个故事 它都能分分钟给你 毫不待考虑的就给你生成出来了 复制好了之后 要打开我们的简印了 简印里面这里文字成篇 点击一下 粘贴 我选一个 因为我这边的话 把这个文字 复制进来以后 我这边选了一个悬疑解说 本身我就是这个悬疑故事 为什么可以选呢 是因为我这个 简印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付费的 买了一个会员 所以我这边可以选 如果说你们没有的话 你们就直接用免费的就可以了 这边生成视频 生成视频的话 因为我自己做了素材 我就 使用本地素材 用自己的素材 这边就开始生成了 第一步还是先把音乐去掉哈 这个音乐是有版权的啊 这个音乐不能留 今天的话小鱼儿会教大家如何去添加一个音乐 月黑风高的一晚 我这边要开始添加素材了 我这边素材的话 已经全部上传上去了 接下来的话 我给这一段 视频添加一个音乐啊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啊 简印生成的那个音乐 它是有 版 有版权的 我们到 我们的YouTube里面去找一个没有版权的音乐 我们就可以 放心的用了 我带大家看一下该如何去添加音乐 打开我们的YouTube啊 进入我们YouTube的一个工作室 在这下面有个音频库 点击进来 这里我们选择音乐 先搜索一下这里 我们要选 不需著名出处啊 不要去选其他的 我们再接着选 其他的 我看一下 我们选不需著名出处 接下来我们选择 曲目的标题 看一下曲目的标题 就这个音乐吧 我们这边点下载 这边它就直接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了 好我们现在到这里来 给它添加上 导入 导入这个音乐 音乐就来了 这边这个声音肯定大了 我这边的话 先把这个音乐给它调小声一点 月黑风高的夜晚 小镇上发生了一起离起的凶杀案 声音有点小啊 可以不用调那么小 受害者是一名年轻的画家 他的尸体被发现于画廊的展示室中 他的 这声音好像差不多啊 我调到了-28.9 差不多 脖子上带着一串古老的念珠 手中紧握着 这边的话还差一点 我们这里可以再拉下来一下 多余的我们就把它截掉 这边直接把它删除 这边的声音是-28.9 OK 好 这边音乐也添加上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效果 月黑风高的夜晚 小镇上发生了一起离起的凶杀案 受害者是一名年轻的画家 他的尸体被发现于画廊的展示室中 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串古老的念珠 手中紧握着一张被涂鸦的画作 刑侦团队赶到现场 却面临着一个看似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首先 所有的门窗都紧闭 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 似乎谋杀者 见如何离开都像鬼魅一般 其次 画作上的涂鸦形成了一个古老的密码 似乎蕴含着某种信息 在调查的初期 我们了解到受害者一直在研究一种神秘的艺术形式 据说能够唤醒灵魂 这引起了我们对于某个超自然元素的怀疑 同时 念珠的来源也变得扑朔迷离 与受害者平日里的生活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我们深入调查受害者的社交圈 发现他曾在一家神秘的古董店里购买了那串念珠 店主是一位老者 据说对古老的宗将有着深刻的了解 我们决定前往探访 老者的店铺内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氛围 满墙的古董散发着古老的能量 我们询问起念珠的来源 老者神秘的笑了笑 却未透露太多 我们发现他的柜台下有一本古老的经文 或许可以解开受害者手中画作上的密码 经过破译 我们发现画作上的涂鸦实际上是一段祈祷文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层的谜团 这段祈祷文涉及到一个古老宗教的仪式 需要在特定时辰施行 我们开始追踪受害者最后的行动轨迹 发现他在谋杀发生前曾参与了一场神秘的仪式 最终我们找到了这场仪式的参与者 他们原本是为了追求超自然的力量 但不料引来了无法控制的力量 在祈祷文的引导下 我们重新打开了画廊的展示室 发现了隐藏在墙中的仪扇门 通向一个古老的祭坛 受害者的死并非是普通的谋杀案 而是古老仪式的牺牲 他的绘画作品被视为连接灵魂的桥梁 而念珠则是启动仪式的关键 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群寻求力量的信徒 他们试图超越人类的极限 暗子解开后 我们将这群信徒绳之以法 阻止了他们继续进行神秘仪式 小镇恢复了宁静 但这场离奇谜团留下的疑虑仍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 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案 故事就放完了 这就是一个 做视频的一个全流程啊 我们这边 好了之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导出 把它导出来就可以了 导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你想要放到的平台 专注于一种视频 你 不断的输出相信很快也就能够变现 我们有很多 平台可以选择啊 不管是 要不就发抖音 或者IG 或者 YouTube都可以 很多平台我们都可以去做 学会使用我们的一个AI工具 做视频真的很简单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做视频 使用了一些什么工具 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Chat GPT GPT 这个是万能的 大家 如果说想要看往期的教程可以去看一下 米精力的话 我这边 就先 电脑上面 先不给大家展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PiKA 这一个 做小视频的一个软件 现在也是免费做的 朋友们你想要 认真的学习的话 可以看一下往期的那个 PiKA的一个视频 还有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的剪映 剪映是非常好用的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随时把你写好的文案直接到这里面来 生成视频就OK了 只要你选择好一个领域的话 专注去做 肯定就能变现 做视频是能挣钱的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都挣到了钱 想要学做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些教程 如何临基础 做短视频 怎么做故事短片 怎么 怎么 图文成片 怎么 上传 怎么做YouTube视频 一些什么AI工具的一些使用都有 有需要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下 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小约的频道 下期继续教大家如何使用AI工具来做视频 平静